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我們要上的是第九章 網頁測試伺服器 首先你要先去安裝node.js 安裝的位置在這邊 好的 當你完成了以後呢 我們在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建立一個server.js 那在這邊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有一個 mmh57.js的資料夾 然後這個github 然後你可以把它clone下來 那它的網址是在這邊 github.com txsmmh57.js 好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它這邊有很多的 我以前的範例的HTML 如果你要找到 就是今天要這一張要交的東西 code會在這裡 node.server.readme 這個 這邊可以點進去 它會直接跳到 這邊 然後這邊的說明 目前是 英文的 因為我 就是我寫的時候 就是寫英文 那我 我會把它再改成中文 我會在這邊編輯把它變成中文 那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說我們有好幾個檔案 一個是server 一個是adserver 另外一個是fsserver 那等一下我們這一張會講的 就這三個 這三個範例 好的那我們在這邊的github 我們可以上一頁 然後再來呢 你如果要直接到那個資料夾 在上面這邊檔案 你也可以看到 nodeexample 這邊有個nodeexample 畫筆 nodeexample 這裡 ok 然後可以點進去 點進去也是跟剛剛的頁面是一樣的 在這邊 那這個都是指定喔 nodeserver.js nodeadserver.js nodefs.js 就可以來執行 好的 那我們進來到我們資料夾裡面呢 這邊的位置是叫什麼 這邊的位置叫做 這邊的位置叫做 mmh57.js ok 那mmh57.js 我們現在的目標 我們的資料夾 那我們要進去的是 我們要按CD 空白 然後node 然後按Tab 會把後面的example扶起來 然後進到nodeexample這個資料夾 好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先看一下我的VSCode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Code 其實已經建立了 打開VSCode 然後 我開file open recent open 裡面沒有 所以我open 然後我們會是在Document 因為我下來 我git clone到 我的 我git clone到 欸 我看一下 Js advanced Document Js advanced 這邊 裡面這裡 然後我所有就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呢 我們會看到什麼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 所有檔案都在這裡 那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資料夾 就是nodeexample 然後呢 我們建 我之前已經幫大家建好一個 一個檔案 在這裡 像這樣 它是一個server 這個 我把它拉過來 跟這邊的Code是一樣的 跟我們在 Paper上面的Code 是一樣的 就是 HTTP Require HTTP 載入一個 原生 HTTP的模組 然後呢 我們這邊寫法是 Create一個Server Create一個Server 那這邊 這段Code裡面還沒有寫這個 那個什麼 RES Write 我們要寫入 Response 一個是Request 大家還記得Request 跟Response嗎 Request 是我發出去的東西 是要發什麼 那我Response 是我拿到的東西 那今天我要在我的 回來 我拿到的東西 我要寫什麼 我寫一個Hello World 我想要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運作 所以我在這裡面直接去 寫一個 Hello World 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DocumentWrite 那我現在是ResponseWrite 好然後再來呢 我把這個Server 打開 然後點 Listen 3000 就可以說我把我的 Server 架在3000的這個 Port裡面 然後我在後面我去 Log一個 NodeJ NodeJs atosweb theater 在3000 Running 同學怎麼了嗎 OK 好 然後呢我們就來跑跑看 我們先存起來 那我們這邊已經把這個server存好了以後呢 我們先把它 先把它放到一邊 然後我們到這個 我們的terminal 我們現在已經在nodeexample 這個資料角裡面了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node 然後我們要執行server對不對 那ser然後tab 按enter 按enter 這時候你會看到你的server 這邊有個console log Node Web Server at Port 3000 is running 就是我們的第11行 一樣嘛 就是這邊跟 就是這邊跑的跟 這邊跑的跟這邊跑的 一樣console log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網頁 這邊我們看 localhost3000 我們應該要說 這邊是個小隻的 貓